非常滑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瑶柱蒸水蛋 这里有5只鸡蛋 还有2粒大瑶柱 瑶柱要浸一晚 放在冰箱里 用冬菌水浸 少许白酒 少许葱 3只海豹虾 首先要处理虾 剪掉虾头 虾窗底下 这里有一袋 是个胃 清理了 清理干净 把虾头分开 剪掉 把虾 开了 开到尾 把虾鲜拿出来 把虾放几粒盐花 放少许胡椒粉 放几粒白糖 放少许生粉 放少许油 醃一醃 把瑶柱 拆成丝 这个浸 切一切 因为是比较硬的 浸了一晚之后 擦它就散了 浸去切一切 很硬的 先打开蛋 蛋 蛋里面放少许盐 少许酒 放少许油 放少许油 拆开之后 我们加一碗 滚水 四、五、四、五、四 也不怕 滚水 加上瑶柱水 大概300克 盐柱丝也放入 如果上面滑点滑 是过西的 我平时也没有过西 因为家庭我没有过西 过西的泡就没有了 过西的有些不好的 就是那些蛋白 结构的蛋白 很多都不能 所以我都 剥一剥它就可以了 我都不需要过西 撇了一碗之后 就不要弄到它这么严重 调小火才好 放一些蒸气 搓出手 倒的时候要小心 放大泡泡 撇一撇就可以了 开大火 让它滚起来 我直接盖上蒸气 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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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去 不过去烤 大约4-5分钟 关火 烤一会儿 边位是有点点滚起来的 原因是变斜 不够直身 厚薄 不均匀 边位薄 烤了2分钟后 打开盖 这个是很漂亮的 放点油 爆炒两个虾头 放入鸡肉 小火 虾头 这个虾头 一出后 放入鸡肉 小火 小火 虾头 放入鸡肉 蝦肉 放入鸡肉 2个瓶 炒一下 火香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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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糕 放一点 包汁 煎熟 葱花 放一点麻油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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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